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小表情 给警方提供了什么线索 松了一口气 好像很轻松的样子 辖区毒品的源头 竟然不会是他 没想到他不管藏的这处 还藏的那处 当时我都不知道 我的名顶往下指什么 编程机毒 禁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云南省德宏带族紧坡族自治州 境内国境线长达503.8公里 全州绝大多数的村站 与缅甸毗邻 芒市是德宏州州府所在地 亦为黎明之城 现在出现在画面里的 这个孤零零的检疫房 就是在芒市和缅甸毗邻的 一片山林中 芒市边境警方 已经监视这里很久了 他们要找的是一个叫杨忠的人 查获了一名吸毒人员 然后在对他进行一个询问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交代 他购买毒品 是和我们辖区的一个姓杨的 杨末购买的 有线索举报 这名叫杨忠的男子 涉嫌贩卖毒品 调查显示 杨忠没有正当职业 行踪不定 警方一直没有找到他 在村子里面 他也不做什么 别人也不知道他干什么 然后他平时也不怎么在家 这个人 但他肯定是经常在我们辖区里面活动的 平时就很少在家 他有一辆车 开着车到处跑 就我们多分了解 对面的坚果地 就是杨某家的 他经常出现在这个地方 还有人晚上看到他在这边过夜 而这个山中的检疫房 正是杨忠的一个秘密落脚点 2019年6月4日 警方获悉 杨忠出现在了 他家承包的那片林地里 随即一组警察赶到了相关地点 开出来啊 好 你这你这你这吧 来 碗 碗 这你这 拿出来 没给我的东西 起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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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没有 这是什么 警察冲进这所检疫房屋时 杨忠与一名男子正在吸食毒品 杨忠的身边还有两张50元的人民币 警方在杨忠的检疫房屋内 查获了海洛因4.54克 冰毒38.78克 和杨忠一起吸毒的那名男子说 他从杨忠那里购买了100元的毒品 然后一同吸食 但杨忠声称自己没有卖毒品 他是免费提供毒品的 因为现在我们对大宗毒品打得非常非常严了 所以现在这些贩毒分子 他就要找这种非常隐蔽的手段 来逃避这种打击了 这些毒品都分得很小很小的一包 几颗一包的 甚至一颗都没有一包的 把状态来进行销售了 警方对吸毒人员张某采取了强制戒毒措施 可嫌疑人杨忠否认自己贩卖毒品 并拒绝交代所吃毒品的来源 警方并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涉嫌贩卖毒品 于是也对他采取了拘留措施 吸毒人员只是他行政违法 然后我们对他进行一个戒毒措施 像我们在法律上规定 放卖运输制造毒品 它都是重罪 一般的话你超过多少的话 都是有期徒刑都是7年以上 甚至15年以上 无期徒刑死刑都有可能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说法 来关注今天的案件 警方认为 杨忠持有毒品的数量 应该不止被查获的那些 但苦于没有直接的证据 也没有新的线索来源来证明 更重要的是 杨忠的毒品究竟从哪来的 也仍然没有答案 时间一天天过去 2019年8月5日 也就是找到杨忠两个月之后 又一件事情发生了 那个时候警方还不知道 这次他们会从例行的工作中 得到什么 当时我们就在这里直勤 我看到一张车从那边开过来 它是一张微型车 上面应该是个篮子 看到我们民警之后 他就准备挑头 然后我们行迹比较可疑 我们就上去将他篮下来了 江明泽 张明泽 张明泽 小财了吗 给洗多 给洗多 一切洗多 现在给去 洗多呢 洗多呢 吃什么 吃什么 经济吃什么 你停车 你还有个老子在的 刚出发 你还把他们鸡巴 吃什么 我不擦 我不擦 我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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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什么 嗯 他吃了 那两天我干嘛 小牌子 吃哪种 好的 哪个 吃了 我哪个吃 吃了 吃两个一样 你不 我们看 十二十一样 看他车 打打几楼 打几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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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蒙古派出的民进 人生洗多 等你们会派出 决注调查 挺幸福 他是张平 41岁 云南省盲世人 在询问张平的过程中 之前警察闻到了 很浓的毒品的味道 面对警察的质问 张平说 他确实吸食了毒品 而当警察问他是否 仍然持有毒品的时候 张平否认 通过仔细搜查 确实也没有在他的车上 发现毒品 你们可以大可随便去搜查 我家里面 我毒品已经完全被我吸食完了 一点没有了 家里面也没有了 你们可以去的 但他说的也肯定 我们也词怀疑 办案警察驱车 带着张平一起到了他的家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查 警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 他们准备结束搜查时 注意到了张平的一个表情 松了一口气 好像很轻松的样子 一般凭我抓获系统人员的经历来说 我把你带到家了 然后查到你吸食毒品了 你还会突然放松一下 这不太科学 反正平时我们工作中 像他这种是很异常的 警察判断一定有毒品未被发现 于是警察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搜查 这回警察在一个堆放杂物的角落 有了发现 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我吃的 妈多 什么东西 说什么东西 妈多 我吃的 有多少 有多少 现在有多少 来 半个 支撞 支撞 查获了一个蓝色封装袋 半包毒品 冰毒 大概有100克左右 已经一袋是200克 它那个已经消耗了一半一半了 面对自己家里被搜出来的毒品 张平说毒品不是他的 那我说这个毒品不是你的 那是谁的 他说是杨某的 他堂哥杨某放在他的那个 放在他家的 请他帮忙保管的 警方又一次听到了杨忠这个名字 对于他们来说 这可是个突破案件的好线索 张平说杨忠是他妻子的堂哥 因为是亲戚实在不好意思拒绝 就答应杨忠把毒品存放在了自己家里 而这也似乎让此前警方的疑问有了答案 而随后在张平家的猪圈里 警察又发现了两个水盐桶 里面装满了可疑物品 那么多东西 你看你买肚子 给我买 买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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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帮你帮他 帮什么人帮他 帮什么人帮他 叫什么名字啊 啊 帮什么人帮他 经过搜查 警察在张平的家里 共搜查到海洛因冰毒等319.3克 张平供述 这些毒品是杨忠藏在他家里的 他只是单位保管 其实两个月前 在抓获杨忠的时候 警察对其周边的人已经进行了排查 那时作为和杨忠有关的涉毒人员 张平也是被排查对象之一 当时的话我们就已经对这个张某 进行过排查了 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 那这个张某他是前科人员 他当时是从强劫所出来了以后 他也能够按时到我们派身 进行这个尿检 是吧 也呈阴性 是吧 我们也突击尿检过他 也呈阴性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我们在排查他的时候 他不吸毒的 一个是妻子的堂兄 一个是自己的表哥 亲戚之间本应相互扶持 却为何他们带他走上了 贩毒的不归路 编程积毒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尿检呈阴性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张平没有再吸毒了 可两个月后被查获时 警察发现张平不仅吸毒 并且家里还藏有三百多克的毒品 那么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毒品究竟来自哪里 是张平的 还是杨中的呢 如果不是被查获 这些毒品又会流向哪里呢 他手机里面的一些聊天记录 引起了我的重视 别人问他 你有没有茶叶了 他说有 一百块钱一包 警方调查 张平的家里确实承包了几亩茶叶地 但是张平并不加工茶叶 他采茶的话 他是采新鲜的茶叶 采了以后 他是像这种大包大包的 是吧 他要统一地卖到茶厂去 茶厂去 那么你说一包茶叶一百块 那肯定是成品的 钢的茶叶一百块 你又不做茶 你去哪里卖给别人一百块钱的茶叶 而且你采新鲜的茶叶 你也不可能说一百块钱 卖给人一包茶叶 那这里是有矛盾的 警察说一百块钱一包茶叶 这个说法并不符合 当地买卖茶叶鲜叶的 表述和伎俩习惯 他们推断 微信聊天中买卖茶叶的信息 可能是用茶叶的字样 来代替毒品 进行的其实是毒品交易 调查结果显示 张平的确在向一些吸毒人员 零星贩卖毒品 而在张平的经济往来中 警方注意到了最大的那一笔转账 这条转账信息显示 在2019年的6月 张平微信转账了1万元 给一个叫王达的人 他跟这个人的交易的金额有点大 1万 王达这个具体线索 突然就越到我们眼前了呀 王达53岁 云南省盲世人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王达是当地的一个普通村民 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记录 村里反映他老实寡言 除了种地没有其他的经营 那么他和张平是什么关系 张平又为什么要赚给他那么多钱呢 张平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合理 但王达就此 还是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发现这个王某 可能跟这个事情有牵扯 但是我们也不太确定 警方没有惊动王达 只是暗中展开调查 王达不吸毒 更没有涉毒前科 警方发现 已知的王达和毒品 唯一的关联 就是王达的儿子吸毒 正在戒毒所强制戒毒 疑点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按照当地的要求 吸毒人员在强制戒毒期间 不允许使用手机 可王达儿子的手机 却一直在使用状态 警察注意到 王达儿子那部手机的联系人中 很多是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 并且根据当地的群众反映 有陌生人时不时地出现在王家 在他儿子还在的时候会去他家 那他儿子被抓了之后 还是经常性地会去他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王达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 2019年9月22日 警察得到了一个信息 结合种种迹象 警方认为王达有可能 要进行毒品交易了 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 一开始执法 回来 你好 我们是孟格牌族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是王家大人家里面的吗 嗯 跟啥 嗯 回来 这个是 这些是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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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警察赶到王达家时 正在吸食毒品的这名林姓男子 被抓了个证照 他说吸食的毒品是王达提供的 他主任的啊 你家当时的情况 你今天是什么时候打电话 4年多 在我近的 我见别了 他在我近的 在控制林姓的同时 警察对王达也展开了询问 今天的情况这样哈 今天是什么意思啊 从接电话开始这样 在我们老张云家 在我们老人老外科 我们在他们家 从昨天我都不回家 一直在到今天等到 就打电话上来 那你打电话 就是这个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名字我都知道 你叫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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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呼他什么 叫兄弟啊 就叫兄弟兄弟 就给你儿子这个书 他打电话这样是吧 那他只有三克 王达承认 林某吸食的毒品 确实是他提供的 但毒品不是他的 是他儿子被强制戒毒前 剩下的 就那么三克了 这也太巧了吧 最后两克 还被我们查到了 如果我们再晚些一点 他是不是都吸食完 一点毒品没有 我们是不是找不到 任何证据了 然而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查 在王达家的屋里屋外 警察并没有任何发现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事实 警察再次对在王达家吸毒的林某 进行了询问 他说在王达里呢 他出口哪 据林某回忆 当时王达并没有立即把毒品拿给他 而是让他等着 然后王达就出去了 返回之后才把毒品拿给了他 那我又问他 我说去了多久 他说十多分钟 我说你去十多分钟是什么概念 那我十分钟从这里可以走好远了 对不对 那他那个 他那个林某房到他的主卧 包括他那个院厂 你出去三五分钟最多就回来了 三分钟都算你慢了 是不是 警察判断王达很可能还藏有毒品 于是一族警察继续在王达家周围进行搜寻 他家背后是山山林了 然后我就走到他家这个背后的时候 他家房背后的时候 就发现 诶 恰好啊 发现几个里脚印 这片山林仅靠王达家的房屋 植被茂盛很难行走 其他村民基本不会涉足这里 而山坡上几枚新采出来的脚印 让警察想到了一个细节 当我们进入他家的时候 发现这个王某 他正在他家的院子里面 冲洗他这个拖鞋和他脚上的泥土 他在洗脚 肯定是去商商回来嘛 是吧 脚上的泥巴都干嘛 他才会去洗脚啊 那么王达会不会把毒品藏在这片山林里呢 随即一组警察在山林里展开搜索 而一次同时 另一组警察对王达的审讯也在进行 我看见他这个眼神里面有一些犹豫 当时呢我们就给他讲那个 讲这个法律的这个政策 认罪认罚从宽的一个相关规定 再三犹豫之后 王达承认他的确藏有毒品 他能够对人吗 必须没有人吗 他说你既然承认了之后 那你要把这个东西找到了之后 这个才算你如实的 到底这个东西藏没藏呢 你去找到了才算 所以说呢 他们就说那你就带给我们去 把他找出来 随后警察又驾车 带着王达回到他家 指认藏匿毒品的地点 此时负责搜查的警察 已经有了发现 在一棵大树的根部 警察挖出了一个奶粉桶 里面装满了可疑的物品 而此时 另一组警察带着王达也回到了家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王达并没有带着警察 到大树下的藏毒地点 而是来到了他家的屋后 没想到他不干藏的这处还藏的那处 当时我都不知道我们民警 往下指指什么 到底是吸毒的工具 还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后面在那里发现的毒品 在这里 警察又挖出了一个奶粉瓜 里面有两包可疑物品 后经鉴定称重 王达藏匿在两处的可疑物品 都是毒品 重达427.7克 王达交代 这批毒品来自缅甸 如果我上来到教堂 教堂门店上来 有的讲个咬毒品 个咬毒品 我说什么毒品 那个批评人物都晓得 名字晓得 根据王达的供述 为了避免走漏风生 他很少淋卖 基本上只批量地卖给信得过的人 张平就是其中之一 一切我们都是亲戚 他也没这么多渠道去卖给别人 他也害怕 是不是 我卖的多了 我肯定是要被抓 那我就卖给这两个人 给他们去卖就得了 这两个人又很可靠 他们又吸又卖 他们不可能会来出卖我 张平也终于承认 他家里搜出来的毒品 是他从王达那里买的 王达交代 为了不被发现 他也是只把毒品 卖给信得过的亲朋好友 比如张平 其实王达开始 向发展张平为下限时 张平是拒绝的 那个时候张平借毒回来 决心远离毒品 好好种茶 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正常的生活 为此他每个月都主动到派出所去做尿检 然而2019年6月 他的堂哥杨忠出现了 他说原来我老婆吃糖给胃 我老婆的爸和你娘是经济性 当时他来过 他就主动地去引诱他去吸毒 人家本来这个毒品的心影就比较难以戒断 他还主动会临走的时候 还给人家留上两颗 给人家夹在门缝里 给人家放在桌子上 像我们以前吃过的人 看到这些东西 看到肯定又想吃 只要你吃了一次两颗牛 你自己又想吃什么呀 就像鬼签人一样 警方说 一些零星贩毒人员为了打开销售毒品的渠道 往往使出各种手段引诱别人吸毒 张平就这样被杨中引诱抚吸 走上了以犯养息的老套路 杨中被抓后 停不下来的张平 又开始从王达那里购买毒品 直到被警方抓获 而他也从一个吸毒的违法人员 变成了涉嫌贩毒的犯罪嫌疑人 综合一段时间以来的调查结果 盲视边境管理部门发现 附近区域吸毒人员的毒品 基本上来自杨中 张平和王达三人 可以这样说 这个网络被摧毁之后 在我们辖区周边 毒情都大有好转 我们都把这个零星贩毒的都打了的话 那当然 那整个 假如说按照理想的状态了 那吸毒人员就找不到买的地方了 那他也 相信就找不到毒品的来源 也就吸不上毒品了 那就切断他的 相当于切断他的 他的这种毒品的来源了 其实换个角度 这三个人也都是毒品的受害者 尤其是王达 印象身体 印象的伤口 印象的孤独 中的孤独 在采访中他说 吸毒的危害 他非常的清楚 明知如此 为何还要去贩毒呢 王达编解说 因为自己的儿子被送去强制戒毒了 儿媳也没有经济来源 孙女又生病 一家人的生活重贷 都压到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为了摆脱困境 他才铤而走险去贩毒的 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王达 以生活所迫来为自己辩护 可是这话真的可以拿来 作为犯罪的理由和借口使用吗 更何况王达一家 本身就是毒品的受害者 目前因贩卖毒品罪 杨中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张平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王达也被公安机关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好 感谢收看经验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将是中和频道 接下来能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